为了谋生 肖选年纪就外出打工不得家用 在做门童的期间和月圆棚意外结识 成为了好朋友 二人患难与共有福同享 几元巧合之下 拜师郭德纲 开启了自己的相声生涯 但是在德云社舞台后方 他却历经劫难 作为一个典型的坏小子 他把自己玩成了段子 这就是唯一一个把相声 说成高危职业的人孔云龙 接下来就我们一起走进 这位相声演员的精彩人上 自小家庭贫寒的孔云龙 在幼年时期物质生活极其匮乏 虽然整天沉溺在不知名的快乐中 但是很快就被生活的重担打破 因为自己的二哥生了重病 家财散尽只为了能救回亲人 在这样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孔云龙只能无奈辍学 为了能够减经家中的负担 17岁孔云龙背起行囊 外出打工 以求铁补家用 但是鄙视的少年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在诺大的北京城 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只能做一些靠力气的工作 在辗转几个地方之后 孔云龙最终安定在了 老北京的一家风味饭店 收拾得干净利索的他 成为了一个门童 正是在这里和月云鹏 接下了患难时期的革命前夜 鄙视的月云鹏 也是刚从家乡走到北京 想要闯荡出一番事业 但是因为性格不活泼 只能在店里端盘子 鄙视的二人 穿坐在这家饭店里 只为糊口受起磨难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多年后的二人 会成为相声界的中流砥柱 红遍大江南北 时间到回当初的北京城 孔云龙因为骨子里 透着一股机灵劲 被经常来吃饭的赵老先生 推荐给了说相声的郭德纲 一见面 郭德纲就被孔云龙吸引 顺带着将月云鹏也收入德云社 自此 孔云龙开启了自己的相声生涯 直到机会来之无意的孔云龙 在进入德云社之后 刻骨钻研相声段子 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很快就将上百段的灌口 背诵了朗朗上口 荣获《灌口小王子》的称号 出入德云社 孔云龙跟随师父和一众师兄弟 搬到大杂院去住 郭德纲有一辆摩托车 三令五身 不准任何人骑 但是天性活泼叛逆的孔云龙 却趁着师父师娘不在 偷偷的骑车去了剧场 结果乐极成呗 在返回大杂院的路上 和一辆汽车相撞 孔云龙瞬间飞向了天空 失去了知觉 被紧急送到医院的孔云龙 在经过一系列治疗之后 因为头部受创 导致短暂失忆 索性大难不死 救回了自己的小命 这样典型的韩剧八点档剧情 竟然真的在孔云龙身上上演 确实令人吸取 后来这事呢 被师父师娘发现了 找着魔头没了 肯定的就是师父师娘 师娘就猜了 肯定是这个孔云龙骑出去了 刚去小三 肯定是小三骑出去了 我跟你说打电话 还真是我 赶紧回来 别出什么事 在外边 有欲了 你说了 骑着摩托 就走 开太快了 你想不来 我能开到140 就后来就失忆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就失忆了 对 就那段 我到现在我也记不住 时光飞逝 岁月流转 2007年 孔云龙正式败师郭德纲 然而福无双至 在过年放鞭炮的时候 孔云龙因为火碾烧得太快 在引爆之前 没有及时躲开 被鞭炮炸开了花 被吓傻的众人 很快就让孔云龙送到了医院 鄙视的他头冒情音 一片焦黄 像极了电影中的丧尸 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这一次 孔云龙凭借着他 顽强的生命力 硬生生挺了过来 只是在痊愈后 脸上留下一点黑色印记 但是无伤打压 我说你别点 我说你点那个去 我说我得点那个 没想到速度太快了 就瞬间蹬一下 腾空就起来了 直接就啪在地上了 啪在地上之后 师娘赶紧的下都不行了 开车 这三个就是眼睛 就啪这个眼睛就不行 后来师娘开车 生活中比较坎坷的孔云龙 事业上却比较顺利 在童云社经历了诸多魔力之后 孔云龙遇上了他的天命搭档 李云杰 二人配合默契相辅相成 一起合作了很多 筷子人口的作品 一取挡量 更是让二人在相声界 站满了脚跟 惊人的天赋 加上后天的努力 孔云龙很受郭德纲的赏识 使得云社三队的队长 前途不可限量 如今的孔云龙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美满 纵观他的一生 少年时期诸多坎坷波折 但是有幸遇到了郭德纲 走进得云社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魔力 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